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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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怎么有女蟹 郑道 来吃饭了 你是许多吧 我是伸鹰 正好我做了早饭 要不要一起吃点 做什么好吃的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 又不请自来 坐吧 不是 你们俩这 进差也太神速了吧 咋的了 你被捉奸在床 还不敢承认 我看你是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吗 徐医生 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坐 好 怎么样 我的独门秘制八宝饭还不错吧 玉盈 你以前不是说这饭只会为我做的吗 我一般对愿意吃我饭的人都这么说 对了 这个八宝粥呢 有健脾养胃 一心安神的功效 有利于肥胖 还有神经衰肉的患者食用 对 没错 沈颜啊 你这么大费周章 是要庆祝什么 当然是为了庆祝我们 魏绝江湖登顶国内杂志专栏的 No.1啦 感谢没有我啥事呗 也恭喜你成为国内甜品大人 嗯 不错哎 沈颜 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 怪不得把我们这个万年铁树都迷开花了 他之前托我送国外 特地带回来限量款女鞋 许多 不愧是你啊 嗯 举手去了 嗯 嗯 嗯 你有权保持沉默 嗯 但你所说的一切都会变成成堂正果 嗯 不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拉个回杂志 一整个晚上啊 夜不归宿 夜不归宿啊 嗯 这是去了夜王子酒店呢 还是去了郑公子房间呢 哦 我肚子突然也对 哎 烂理由 说 说 哎呀 就是他俩昨天晚上喝得不省人事了 后来我去接他们 所以就折腾到了今天早上 你跟他们折腾到早上 别乱说话 啊但是这里有重点啊 他俩 你这么懒的人 究竟是哪一位能让你半夜啊出去呢 嗯 反正 嗯 不是小胖 那就是正道了 嗯 真的喜欢的啊 哎呦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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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个板哪 正道可不好对付啊 那 所以你 确定关系了 哦 我不知道 嗯 嗯 嗯 这个正道啊 其实也还不错啊 就是黑了点 嗯 正道怎么这么幽默的太好笑了吧 哈哈 这两个女生是谁啊 正道为什么跟这么多美女合照啊 你今天已经跟我念叨了一百六十八次了 烦死我了 别说了 嗨 今天过得好吗 肚子饿不啊 我请你吃晚饭啊 哎 吃饭了吗 我不想要进了双人餐 我请你啊 嗯 早啊 吃 不对 不是早上 是晚上 嗯 吃不饭啊 走啊 哎 算了 还是别打扰别人了 今晚一起吃饭 今晚一起吃饭 嗯 好 给你吃饭了 那你找我啊 先来坐 嗯 你那个 实习位的专题 进行得怎么样了 顺利进行中 店铺已经敲定了 只剩下 去现场了 做得不错 叶之秋是明天一早的航班 回意大利吧 这么快就走 叶之秋是一个 顶尖的甜品师 他很有想法 也许之后 我们还会有机会 合作的 你明天和郑道 一起去送一下他 代表我们艾森 我知道你们两个 是好朋友 你去送他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小胖 你们怎么来了 来送你啊 来吧 我送你 不用了 车都叫好了 现在取消的话 对师傅也不礼貌 那 真不用送了 顺道 这封信 是关于深英喜欢的 点点滴滴 我本来是想留在前台的 既然你来了 就直接给你 行 来 一旦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抓住他 好 我知道了 好了 我准备走了 嗯 深英 照顾好自己 别让我担心 放心吧 到了那边以后 记得给我打电话 嗯 好 来 郑秋秋 去那边好好照顾自己 一番风顺 行了 好吧 你走开吧 好 来 去吧 走了 路上小心 一路平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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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刚才偷偷摸摸聊啥呢 没料什么呀 我不傻也不瞎好吗 你们俩 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啊 哦 我突然想起来 老方店里还有事 你朋友去一趟吧 走吧 去老方店里干嘛 我还上班打卡呢 哎呀 郑总监派你出一趟外勤嘛 啊 师父 你肯定很热吧 快快快 我来拿 我不热 太阳这么大 你可千万别晒黑了 我给你挡着 鞋画吧 这这这这这张好看 别动我再修呢 你拍照好好看啊 对了师父 你饿了吗 不饿 不饿 不饿就是饿 好 我知道了 你等等我啊 行 我这边玩事了 不饿就是饿吗 咱过来一点 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 好看吧 来 选一个 吃这个还是吃这个 还是吃这个 那我试一下 我帮你 我来挑一个 适合庄严的颜色 来 张嘴 我 我自己来吧 谢谢啊 好吃吗 好吃你再试几个 来啦 来啦 沈樱 沈樱姐 小白 老方在医院照顾爷爷 没有时间照顾他 李白 这两天在姐姐家 要听他话 好好复习功课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就让爷爷在医院 好好休养 我在这里会听话的 嗯 爷爷都比你听话好 快去吧 情况怎么样 李爷爷那边情况不太好 李白住在我那里不方便 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就麻烦你了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跟小白也是很好的朋友好吗 你赶紧去忙吧 我估计老方那边 肯定是需要人手的 好 那我走了 再见 路上小心 拜拜 沈樱姐 嗯 告诉你一个秘密 说吧 我们小白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件事啊 我聪明呗 快告诉我是哪个小事儿哥 给我看看照片 沈樱姐 嗯 是方思维 小白啊 方老板确实是个很优秀的人 也很有人格魅力 值得被你喜欢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要反对呢 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吧 就是不应该受外界的因素束缚的 谢谢你 沈樱姐 谢我干嘛 傻妹妹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嗯 你的纯粹和勇敢 有些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能照出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胆小 还有偏见 沈樱姐 嗯 我也知道你喜欢谁 嗯 嗯 真 噓 噓 别说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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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先睡觉了 睡觉吧 我会替你保密的 好好好 快快快 小白还要长鸽子呢 妈妈 睡觉 噓 噓 噓 放开我了 我们不可能了 再也别来找我了 郑总监总 快 迟到了 对不起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 谢谢 你们好 你们好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回事 我惹到他了吗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又迟到了 我 哦 对了 摄影 对不起啊 摄影姐 对不起 我 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呢 把我衬衫弄皱了 老范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有屁快放 就是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遇到一些感情问题 你朋友除了我跟庄严 还有谁啊 也不算是这儿八经的朋友 就是 是我的一个读者粉丝朋友 他留言告诉我的 他说呢 他最近遇到一个男士 关系本来走得很近 但是这个男生一会儿对他特别好 一会儿又特别冷漠 忽冷忽热忽远忽近 你说他是不是个渣男 这不一定 这算机操 表白呢 是小朋友才做的事 成年人要做的事 欲擒故作 所以呢 你就直接把他摁在墙上 不是我 是我那个读者 好 那你的读者 直接招呼上去 闭咚他 问他 你几个意思啊 要这么直接的吗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喽 好 谢谢老饭 好 谢谢老饭 关闻老师 麻烦您 对 稍微起来一点 有点挡 稍等 我检查一下 早上的出来了是吗 老师辛苦了 我们今天收工了 在这儿收工了 收工了 辛苦大家了 太苦了 老师 辛苦你了 来 我帮你了 好嘞 没事 电线收一下 来 我来 没事 师傅 待会儿切 切菜好了 你就送回去吧 把你老拿了 嗯 切菜 嗯 我有话跟你说 那个 你先看着 我去选片了 哎 转眼 哎 你拿一下 这好了 我让你去吃饭啊 好嘞 好嘞 我帮我 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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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我说我喜欢你卓妍 是我愿意把生命都给你那种喜欢 我原本因为 我能把你照顾好 现在我明白了 是我需要你更多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说话之前都不动脑子的吗 卓妍 我是认真的 别过来 卓妍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卓妍 卓妍 干什么 那边 人权工作 我们家庄庄是不是有新事呀 怎么了 我们家音音今天很闲吗 倒是不忙 所以正好有空来关心一下我最亲爱的姐妹 我记得你是不是有一个编辑的照片美画还在我这儿 要是不忙的话 那我就慢慢做呗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头有一件紧急的大事要去处理一下 那我就先不打扰庄大摄影师了 不关心你的姐妹了 回家再用我温暖的心来融化你 话不多说 告辞 老范 口渴吗 不渴 你真的不口渴吗 好像我突然想喝两杯 那个你们先忙好吧 我拿走了 你说这个于思诚也已经表白了 老庄也成天心不在焰呢 我们是不是时候该为姐妹的幸福赴汤导火一次了 哎呦我的小祖宗 你只管给我呆好了行吗 现在正是恋爱初期痛苦又煎熬 细品又回甘令人欲罢不能的阶段 你可千万别给我搅黄啊 什么痛苦什么回甘 你不着急我都快急死了 您自管呢严严实实七壶茉莉花茶 就着紫心萝卜芝麻糖安安静静待着 就已经是给你的姐妹终身大事帮忙了 你说的这都什么呀 你难道忍心看着我们家老庄成天茶饭不思 夜夜难眠啊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正道 总监 人呢 犯贱 你说 你妈给了你一副花容月貌的长相 怎么没给你一个与之匹配的情商呢 还得你这个舅舅来给你操这份心 提升你的level啊 嗯 那舅舅 你觉得我该怎么拿下它 你看人家庄严 一首歌就能让余思成神魂颠倒 你呢 人家正道跟你说试一试 你大大咧咧像个爷们一样 一聊起什么试一试 你就给人家对回去了 那不然呢 那不然呢 你的意思是说真是啥 我的意思是 让你直接吻上去 趁热打铁 占领他的内心 扰乱他的思绪 一起合成 嗯 还请舅舅明示 他不是委任你做下一篇的特稿吗 嗯 你就跟他撒撒娇 让他陪你一起去 这一来二去的 不就有机会了吗 嗯 有道理 我保证你们进展飞速 无须废话 懂了 主舅 我有个稿子写不出来 要不 你帮我看看呗 哦 好 嗯 那个 这弄的已经挺好了 就照这个来吧 你一定可以写出好的文章来 真的吗 可是人家还是有一点搞不明白 要不 你再给我讲讲呗 你没事吧 嗯 我有事啊 嗯 我不敢一个人去那个地方 要不 你陪我一起去吧 哦 嗯 嗯 我忘了跟你说了 这次探店 我会全程陪你一块去 在现场定下选品 这样可以让你出口快一点 你不早说 搞得我乖紧张 嗯 嗯 搞得我乖忐忑的 嗯 行了 那我没事了 回见吧 我这顶多算是出师未解 我是绝对不可能被这点小小的打击就给劝退的 嗯 古人不是说过吗 要拿下一个男人就要先拿下他的胃 我就不信 我还征服不了他 嗯 十英姐 嗯 你要征服谁啊 嗯 稿子 我说我要把这些特稿给征服了 哦 加油 你一定行 加油 我一定行 你这画的还是挺好的 这可是我自制的美食藏宝图 你可别小瞧他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 よし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 今天 就让我这个天才美食编辑 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 人间烟火味 走 老板 帮我来一份鱼丸 大份的 原味 给我挑那个老一点的那种 我喜欢吃老一点的 谢谢 谢谢老板 来 堵住你的嘴 多少钱老板 十块 好 这男人啊 很简单 他见过了世间繁华 你就带他体验人间烟火 他西装革履 你就带他体验世界生活 总之 要让他做鬼小孩子的女人 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这家的鱼丸呢 是你来大学长夜市 必须要吃的 不吃的话 你就算白来了 好烫 好好吃 慢点 别着急 都是你的 下一站 我准备要带你去尝尝这里超好吃的一家烤排骨 好 好 烤 烤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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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在那儿 走 二位 您点的烤排骨 满用啊 谢谢 谢谢老板 快吃吧 我跟你说 这家排骨超好吃 我第一次吃完以后 就念念不忘了三天三夜 是吗 你看你的样子 像饿了三年一样 郑总监 嗯 你平时不是一个人吃饭吧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就是要吃出那种地动山摇的气势 这样才能带动周围人的食欲啊 是吗 嗯 我这份给你吃吧 你别给我啊 你吃的真的很好吃 好像不符合我的口味 怎么会不符合啊 你尝也没尝尝尝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真的不适合我 行了 那我帮你吃了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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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好意思 你还想 你先说吧 你先说 我是说 你都没怎么吃 其实这条街我之前调研过 商业化比较重 已经没有做自己的小店了 他们竞争力比较大 都希望成本低 收益高 想做自己的小店 已经很少了 可是我觉得 刚才那家排骨就很好吃啊 但是 刚才那个店家还挺聪明的 他用大量的调味品 掩盖了本就匮乏的味道 他故意做得很重 你会觉得很入味 不只是我这么觉得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啊 可真正的美食 就要用精准的手法 烹饪出食物最本质 最鲜美的味道 就算是再好的调味品 也不能掩盖它本身的味道 这样就失去了对美食的初心 不要被味蕾蒙蔽了 那请问郑总监有什么高见呢 你还有战斗力吗 当然了 刚才那些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好 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走吧 来了 来了 快坐快坐 还是老样子吗 老样子 好嘞 这家藏书羊肉开了好久了 本来是他们夫妻开的 但前两年 他老公出车祸去世了 还留了两个孩子下来 现在这家店啊 就快到一个人雇了 就快到一个人雇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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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不谢 小郑啊 你好久都没来了啊 是啊 最近工作比较忙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是你女朋友啊 不是 她是我同事 同事啊 对 老老娘 加汤 好嘞 马上来啊 你看我这店里店员又请假了 你看我这忙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先忙 我自己来 好 有空常来啊 把这漂亮的小姑娘也带过来 好 一定 好 你们吃着啊 老板娘看上去很积极向上 一点也不像吃过很多苦的样子 给你介绍这里特别的一种调味品 是她用羊油熬的辣椒油 我第一次来吃过之后 就印象特别的深 三番五次过来讨教 但是我自己做的时候 四号好吃 羊汤来了 还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羊油辣椒 差不多了 小心烫啊 尝一尝 来点肉 这个分量好足啊 来了 就是啊 非常良心的点 来 你不能吃辣就少加一点吧 好 谢谢 慢慢吃 慢慢吃啊 哇塞 这个辣椒油好香啊 结合这个羊汤原本的咸味 还有奶味 刚刚好能够起人的那个食欲的那个点 好嘞 这也太鲜香了 这个羊汤原本的羊肉味 完全没有被掩盖住 反倒它里面的羊山味 恰到好处地被盖住了 我上一次尝到这种味道 还是我小时候在一家路边摊 吃过的一家馄饨 当时那个叔叔他家的辣椒油 也特别的体味 是吗 嗯 那么久人你也记得啊 真的是妙啊 还有这家店的早餐也特别出名 尤其是油炖子还有糯米醉花糕 好嘞 来了 每天要排很久的队才能吃得到 而且老板娘十点闭店以后 还要出现小摊 真的挺辛苦的 没想到老板娘 居然是这样一个妙人 你对这家店这么熟悉 嗯 该不会是 以前带女朋友来过吧 慢慢吃啊 没有啊 我第一次带女生来 我先去喝酒 我先去喝酒 你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喝了 你喝这么多了 你乖 彤彤 怎么了 沈樱姐 你说我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体验 体验什么 你这不是在写石七味的专栏吗 就是因为这个 我发现我去实地调研 拿回来一堆资料 只能站在实刻的角度去写 不能站在美食创作者的角度 所以我在想 我要不要直接去体验一下 换个视角写这篇稿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 这样就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 亲身体验 好的 那我就这么定了 待会下班以后就去 好 我觉得OK的 对了 办公室还有人吗 没有了 大家都回去了 那你也回吧 辛苦了 好嘞 谢谢总监 喂 小白 是我 怎么了 郑道哥哥 你们吃晚饭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们点宵夜 哦 石英姐没回来 她给我点过外卖了 她没回来 你知道她去哪儿吗 她学手艺去了 地址我发你 我这碗课开始了啊 拜拜拜拜 哦 好 羊肉馆 来 慢慢吃啊 乖啊 当心 来啦 老板 买单 好 买单是吧 对对对 我看看啊 多少钱啊 行 你们一共是168啊 168 168 老板娘 我就先走了啊 好 下次再来啊 嗯 拜拜 拜拜 有模有样的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哦 那你饿吗 我刚刚不饿 现在饿了 既然你要送我回家的话 那我就勉强请你消辈子吧 成交 走 赶紧尝尝吧 好 我小时候天天缠着我妈 就为了吃到这种冰淇淋 这是我的童年宝藏 怎么样 挺好吃的 但是呢 这个冰淇淋是我买的 吃人嘴软 望周知 哎 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小时候呢 我妈想让我上钢琴课 可是我哪儿坐得住啊 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 那种香港的警匪片吗 然后有一天 我就突发奇想 模仿那个绑匪的语气 给我妈发消息 说我被绑架了 结果我妈她吓死了 就带着他们全公司的同事 一起来找我 她找到我的时候呢 她就又生气 又不敢打我 然后她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也被吓到了 我也一直哭一直哭 这可是我这小半辈子 撒过最大的谎了 你呢 你撒过谎吗 撒过 我没有办法进厨房 我一做菜的话 就会天旋地转 甚至会晕倒 不要骗人了 你肯定就是不想做饭 既然你这么不想做饭的话 你就得找一个像我这么贤惠的老婆了 我肯定是在那里 沈樱 其实 我 我肚子突然有点疼 看来是吃冰淇淋吃的 我估计我得找个厕所去 等我一下 好 不着急 好 肚子怎么会疼呢 可以了吧师父 这是最后一份 好 我知道了 在郑总监和声音的 强强联合下 咱们十七位的点击率 又上升了一个点 同时呢 声音也获得了咱们 艾森的嫉妒之心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恭喜 声音 说两句 好 只能说功夫不负有新人 但是十七位的成功 其实离不开再做 每一位的努力 像我们家老范 每天都在为选品 争得头破血流 而我们家老庄呢 每天发际线都在后颖 但是我最要感谢的还是郑总监 谢谢郑总监给了我这次独条大梁的机会 也在过程中 给了我很多的陪伴和鼓励 这次十七位专栏能够取得成功 总监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还有帮助 谢谢 看来咱们伸张正义的CP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期待你们下一期 更精彩的合作 干杯 干杯 谢谢大家 这种场合 余思诚不是最喜欢凑热闹吗 那贵日子今儿郎会怎么办 他不来你问我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上次给你们外拍的时候 他给你表白那回事啊 不至于吧 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话 在公司呢 谢谢总监 你喜欢人家你就直接说 不要弄得大家这么尷尬 谢谢 你这么八卦 玩开心点的 宝宝们爱你们 恭喜哦 恭喜 郑总监 各位 明天小白托付考试 都准备好了吗 这可是小白人生转折点的一次考试 我早就准备好了 嗯 我也OK 大家记得着装和口号吧 一天背三次 妥妥的 好可惜 明天我要带着我的宝贝出爱情 宝贝 小晨晨 什么 是相机 没错 气势上 首先我们就不能输 让小白体会到我们的温暖 也不能辜负爷爷的愿望 喂 庄庄 明天我要不要派个壮汉去帮你啊 你那个设备啊 我看着够呛能扳得动 谁需要壮汉啊 我就是壮汉 不像现在这些年轻人 不禁折腾 好吧好吧 那早点休息了宝贝 杯一 你告诉我 我该说点什么 才能体现我的风趣 幽默和过人的智慧呢 睡吧 转眼 转眼 我喜欢你 转眼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凭什么烦呀 小橙橙 明天你转眼姐姐需要一个苦力 不是压榨你啊 你不想来的话可以拒绝他 你点酒怎么不喝啊 我的宝儿 不知道你睡了没 但是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 决定还是给你安排你的小同工 人我已经喊了 要不要接受随便你 晚安 沈云啊 是你 来 一个大西瓜分成两半 小白 吃点 一半给你 我吃不下 一半给他 好吧 那你安心备考啊 转一圈日月之净 老庄起来了 走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庄严姐早 庄严姐怎么了 怎么感觉好像前他两百万的样子 最近是受什么情伤的 还是被年纪小的伤的吧 对头 一早上起来 戏怎么就这么多呢 大人的事情好复杂哦 大人的事情好复杂哦 老庄 家里来客人了 出来迎接一下吧 我们要去送考啦 小儿不宜的画面 我先撤啦 走吧 走 走 走 谁来了 快 快 谁来了呀 师父 早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余思诚 你最近怎么回事 你最近 消极代工 也不来上班 你是不想干了 还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赶我走吗 反正你对我不负责 我不对你负责 我天天盯着你 教你做事 我怎么不对你负责了 我不是说这个 那你说什么 你说清楚啊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那一天 我向你表白之后 你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能道不是对我不负责吗 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要是 再敢消极代工 相信我修理你 你说的 怎么 后悔了 现在说还来得及 不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你也不许后悔啊 幼稚 以后啊 我每天都朝九晚五 月亮不睡我不睡 庄严姐姐不下班 我就不下班 我可没这么说 怎么回事 起床这闹 要迟到了 几点了 你别管几点 你快起来 这一大早的 我先去看门 你赶紧给我下来啊 沈樱 你怎么来了 你找程道 对 你怎么来了 小白送到考场时 公司来电话 说有紧急会议 你电话又打不通 所以我就过来了 这是你的猫吗 对啊 她叫郑心仪 是正道的女儿 郑心仪 原来公司传闻 你有四双女是真的呀 许东 快把衣服穿好 把车停门口 去 OK 你待会儿啊 郑心仪 贵司今年的 网络美食栏目 实在令人佩服 点击率翻了很多倍 能和米然的 你进行交流学习 实属难得 你们杂志的销量 才是让人羡慕的 这位是我们的正道 郑总监 你好 你好 幸会 这是我们的资深编辑 申英 你好 你好 这位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UNIQ杂志的主编 Lisa 他们公司写过 不少的爆款文章 相信你们都知道 幸会 那大家别站着了 入座吧 请 你来辛苦一下 好 首先呢 非常欢迎大家 来我们艾森做客 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看一下 如何将美食文章 做成行业内的天花板 其实我认为 精致的创意美食背后 应该有着 丰富的文化 郑总监 今天讲得特别好 谢谢 我能加点一个微信吗 当然 当然 我扫你 好 来 听说这个Lisa 是燕内的 一只九尾宁的大名 这次呢 我们能来到这里 和你们的团队合作 希望大家可以 合作说明 我会去看这儿 郑总监了吧 我看爸就不理事 正好有个议题 传了一些困难 想请教您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可以改天 约个时间 真的 当然 没问题 你们团队会在这个城市 逗留多久 大概还有两三天 就要出差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还蛮忙的 大家都一样 晚上想吃什么呀 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我们平时都很随意的 但是你们过来 我们肯定要带你们尝一下 这里的特色 您太客气了 郑总监 给我们推荐一下 附近的特色美食吧 好啊 我们两个 一会儿肯定得一起吃饭 吃不定 发生什么事 当然需要评价一下 我们当地的 可以啊 这边的海鲜还是很不错的 要不要尝一下 好可以啊 其实我们这边 海鲜什么的 就是都还挺好的 那今天就我来请客吧 上楼在干嘛呢 打野呢 为什么不来支援我 姐 我是打野 那你为什么不来救啊 我刚刚救在你后面 我给你发快信号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一点团队意识都没有 本来是因为不高兴 才来打游戏的 现在发现 刚才还挺高兴的 钟妍姐姐 带我打游戏好不好 一打九那种 你带我一个 整天就知道玩 吃饭去了 老庄 不打游戏吗 你怎么也跟着他瞎玩啊 何一解忧 我有杜康 杜康是没有 但是呢 我午饭准备多了 要不一起吃 总监你也知道 别人约你开会见面 挺容易的 但是约我吃饭 还挺难的 而且我最近手头转篮 还有点多 行 那我去问问饭剑吧 等一下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我的选择 它一下就排开了 在哪儿就餐啊 总监 您一句话 这么巧 嗯 那就这样吧 没问题 哇塞 没想到总监 您做得还挺好的 我只是说说阿姨 你这样夸人还挺暖的 来吧 你怎么不吃啊 之前每次都只有我自己吃 搞得好像我饭量很大的样子 我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 嗯 我是说 我喜欢有人欣赏我的厨艺 我很满足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可太巧了 你们衣服颜色也一样 饭盒颜色也一样 这是不是就是CP啊 您还知道CP呢 大爷 那网上不是成天CPCP的叫吗 大爷我也会上网 有什么学不明白的呀 没错 我们俩就是CP 不过我们俩是工作上的CP 哦 还可以吗 还行吧 沈樱 怎么了 跟我去趟医院吧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李爷也病危 我知道了 我来那边等你 童童 神魂案发给我 好的 师兄 我们来了 李爷爷 我们过来看您了 您感觉怎么样啊 您感觉怎么样啊 你感觉怎么样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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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 想跟我们说呀 李帮 念念 都过了 李帆 念念 李帆 李帆和念念 是老李的儿子跟儿媳 是老李的儿子跟儿媳 爸 我们来了 我们来看您了 嗯 念念最喜欢吃芒果 把芒果给念念吃 好 好 把芒果都给你念吃 好 放心 爸 您看 芒果已经在我这儿了 您放心吧 放心 哦 以后 你们俩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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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了 好 嗯 爸 你放心 嗯 我俩好着呢 不会吵架的 爸你看 好着呢 嗯 嗯 念念 你 你 原谅 原谅她 爸 我早就原谅她了 我们俩现在特别好 是啊 她原谅我了 您放心 你原谅她 爸 就请她一下 嗯 爸 你看 我原谅她了 是啊 是啊 好 好 原谅她 你慢点说 慢点说 小白 小白 小白来了吗 爷爷想她 老李 老李 小白在路上了 一会儿就到了啊 先休息一下 在路上 在路上 爷爷 小白知道你想她 所以 她很快就到了 你们俩 帮我照顾一下老李 我去接小白 好 老包 上车 我好不容易开心地玩了一天 连个抱抱都没有嘛 上车 好吧 扫兴 爷爷 今天我去留学中介开学校了 有一个学校我特别喜欢 你等着我啊 我现在就坐着老方的摩托车 冲过去见你 马上就来了 快来了 那个学校可漂亮了 你来了 学费也不贵 如果我学得好的话 很快就能修完学分 有可能一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 爷爷 你等着我啊 一定要等着我 我去给你买黄桃罐套 靠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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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英姐 十英姐 谢谢啊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郑总监 来 并没事 谢谢 诗七位那个文章 点击率挺高的 后面做好跟进就行了 然后下周的命题呢 我让小高和张姐写 你负责监督就行了 那其他的呢 你先喝一口我告诉你 好 下一周每个人的工作计划 我的做好PPT跟米兰大队过了 我给我自己还有你请了下午的假 老方那边肯定需要帮忙的 不管是店里还是礼拜 我本来也打算找米兰大请假的 顺便把你的一起请了 没想到你已经都请了 你看看你眼睛 我眼睛怎么了 你眼睛肿得跟桃一样 到时候拿蒸汽眼罩敷一下吧 好 其实我小时候 也是爷爷带大的 但是爷爷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不敢去见小白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有多难受 所以啊 你是最能理解他的人 那你就更不应该这样哭了 你要给他做个榜样 好吗 月姐好 好巧 你要去洗手间 对 我也去洗手间 我也去 谢谢啊 谢谢啊 薛医生 麻烦你这么慢跑一趟 喝我客气什么呢 李白自运怎么样 这是 苦酒贵团 劳力以前最爱吃的 今天李白做了一晚上 可他也不吃 做完就回去睡觉了 李白 李白就是在思念爷爷呢 其实用美食来思念一个人我觉得是好事 可是他做完就不说话也不吃 就这么走了 他最近都是这个状态吗 他最近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 他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他最近应该是在抑郁状态里 我觉得还是得带他去医院 或者去我们那儿检查一下 必要的时候 还是得配合一些药物质量 他最近也不爱出门 会跑出些什么 这样吧 今天天也不早了 你呢 就先跟我说一下李白的具体情况 我呢就整理一份资料 先给工作室的同事发过去 等李白哪天 心情好了 你跟我说呗 我再来劝劝他 好 他最近总觉得困 上次他来我这里 我观察到他 心情好点了吗 我再陪你走走 好啊 反正今天天气也挺好的 你走吧 他够了 我说的 我跟他够了 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